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来我们今天谈一下呢 让你的梦想靠近哦 什么梦想要大胆做梦 什么样的梦想都可以实现 AI教护黄仁勋的领路实现的阿拉丁神灯 他掀开了阿拉丁神灯 不要一直在那边彷徨哦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呢 最主要呢 这样子的一个全世界级的AI教护呢 到底呢 他是怎么样挺过来的走过来的 那你们呢 我们是不是要跟着学习呢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若说这个世界有奇迹 那么敢追逐梦想的人呢 才有可能有奇迹出现哦 如果说这个世界是一种聚落的效应呢 那么你必须要和先进世界潮流融为一体 就已经成功的大半了 来听到了没有 这个呢是老师的治理名言 不是AI教护的名言 好接下来我们看 再说呢 你全身的细胞里面留着成功的血液 那么你就不需要细胞疗法 你将成为世界当红炸子鸡 在你的领域里呢 有人愿意全面相挺 他们就是你跨境扎根的战略伙伴 如此一来呢 你就无往不利 很快就会爬上巅峰哦 我们接着看一下呢 成功的十堂课 我们今天要谈一谈 为什么呢 台湾变成了 这个科技重镇 科技国家 科技大国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 No.1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台湾年的奇迹 台湾王仁勋已经开始为你开启 领路之门 欲望与野心 你一定要存在 不断的学习 更是呢 现在呢 科技呢 潮流的开始 勤于动脑 不要只想说 我只做那件事情 然后都不动脑筋 你看我现在都快变成了 这个脑机器了 每天都一直在动脑 晚上的时间 更是要安静的动脑 好看见未来的趋势 我们要远见有眼光 远离负面的人与事情 如果你旁边都是一些负面的人 跟事的话 你要赶快远离他们 不要跟他们生气 不值得你生气 来第六呢 要勇于冒险 这个冒险呢 当然要有患难的精神 努力不懈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治理名言 诚信跟正直 每一个人的诚信 是他的生命体之一 诚信是人生成功的 最重要的要件 面对挫折 你知道吗 很多人面对挫折的时候 就是一败涂地 根本呢 爬步起来 你要有坚强的毅力 能够面对挫折 坚持纪律 就是你的生活形态 你的工作形态 你要坚持一些某些纪律 没有纪律的人 是不会成功的 我们继续看哦 来 台湾人 七成有梦 六成愿望 坚持到底吗 职场创业 财富 家庭 健康 甚至是公益 你想要达成梦想的过程 就像一块块的拼图 你必须精选十个让你变强大的精彩梦想提案哦 所以相信自己过一个闪闪发亮的人生旅程 我们都知道呢 我们是AI世界的引擎 那么辉达总裁呢 黄仁勋凭借呢 技巧挺过困境走向企业巅峰 好 在约末三十年前呢 1993年呢 于加州佛任某公寓的一个地方呢 一座未来明星科技公司呢 悄然诞生 他就是如今坐稳呢 AI龙头企业的辉达 然后呢 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呢 他源于呢 就是下一代之一 而这个呢 益子拉丁文的嫉妒呢 就是说 如今也一如其名 以总裁黄仁勋高瞻元祖的谋略及眼光呢 成就当年呢 期许自己能够呢 使电脑运算达到让所有的人都嫉妒到眼红的宏愿 你想想看 所以呢 现在呢 他回来台湾呢 一阵悬风 那一天看着他呢 开着他的专机 回回美国的时候 你有没有跟他一样的梦想 你要不要买专机 你要没有梦想 你还是呢 要像他一样 走到大街小巷 如大明星的 雨后遵循的追逐你呢 也有可能哦 我们不能放弃 那么呢 先前黄仁勋曾在呢 CNBC呢 的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里面呢 受访时提及 所谓的深度学习是电脑学习的一种 无需仰赖人类编码设定 也因为呢 辉达的远见呢 在约莫十多年前呢 便发觉这种软体未来的改变一切 因此呢 将辉达龙头呢 彻底彻尾 做出变革 之后呢 辉达所制造出的每一块晶片呢 皆是以人工智慧为出发点 好 其中呢 Nomenda的应用呢 在医疗方面是相当重要的一块领域 除了能加速开发药物 亦可使得呢 可能很冗长要检查的那个过程 根本都消灭了 现在呢 你是肝硬化吗 你是什么 疑仗 疑仗是很难检查的 可能要经过72小时 但是他现在呢 一个小时可以搞定 所以他一飞走的时候呢 你知道吗 台湾有几家的大医院呢 马上签约 你以为他只是做科技吗 No 我告诉各位 这才是人类 颠覆我们的生活形态的开始 所以呢 从原先要和呢 浩费数星期的时间呢 减低至少需几小时才可以完成 黄连勋也特别指出呢 至于企业而言呢 迅速敏捷 是相当重要的一项特质 细数一路走来的跌跌撞撞 每个企业都会犯错 偶尔也曾经做过很多 其中在创始的出现某些错误 甚至将公司置于危险当中 黄连勋一起创业时呢 有了更多的体悟 其中一项可以弹性运用的技巧 就是善用忘却过去的能力 你不要在灰浸里面 在灰尘里面 然后一直在洒灰尘 你知道灰来灰去 灰尘还是在你的头顶上 在你的眼前 你不是很痛苦吗 所以我们要灰别阴霾 所以这就是他的治理名言 那就如教练总会告诉你那样 别为那些已经发生了失败再担忧 在接下来继续专注 因此呢 他尝试的确保让公司谨记这些 在过去犯下的错误中 曾有过的这些教训 所以我们在什么呀 在失败中记取教训 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关键点哦 如今呢 回答凭借十多年前 深谋远利的策略决定呢 在其投注的大量资源 跟专业领域呢 矗立在AI科技相关领域中 成为一方之霸 让黄远勋骄傲的说 我们是AI世界的隐形 也当之无愧 台湾No.1 OK我们来看一下哦 梦想行动的第一步 别说我不可能 转换思维想法 梦想是有可能的 大目标化整为零呢 谨慎前进 沉添一段时间 认识自己强大的优势 找目标行动 你一定要把你自己 最强的能量呢 发挥出来 然后呢 你要先了解你自己 如果你连自己都不了解的时候 你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呢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 梦想行动第二步 想要成功就要行动 侧面晋级 朝目标运回前进 抓紧机会 从源头进入 帮助会更大 这个源头呢 就是说你怎么样开发它 好每一个人都有 就像爱因斯坦说的 我们人类的脑部呢 只开发了5%而已哦 5%都可以知道 那个苹果掉下来 要发明电灯啦 好多厉害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呢 你想想看 你有没有发挥所长呢 我们继续看哦 好你做到这些事了吗 愿意在生活中 让自己心灵跟专业快速 精进学习 适时的充电 我不用负面情绪 面对曾经的失败 把失败视为发现的过程 保持调整梦想与方法的谈心 放下过去 只想现在该做什么 并习惯世界的变化 你觉得哪一个人没有犯过错呢 哪一个人没有失败过的 所有大企业的老板几乎 很多时候都快要一败涂地了 甚至可以说他是不是在苟延残船 都有可能的 我们可以看到鸿海曾经失败过 包括很多的大企业没有失败过吗 他们都有失败的经验 不管是什么样的失败经验 但是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只要在失败中记取教训 一而再而三的犯错 你不要说啊 我就是寒蛮 你不要讲这种话 你寒蛮你就要学习 你不行你就要学习 反正就这样子 好 要失败记取教训 来接下来我们就让木想起航 木想从一个点开始才有办法继续延伸 把小事化为大威力 藏心是圆木的起点 更是开启阿拉神灯的关键点 好阿拉神灯吹一下吹一下 哇打开了 里面跑出了一个巨人 你就是那个巨人啊 你还不知道吗 我们来看一下喔 不放手直到木想到手 在灰色地带凸自清醒 努力调查寻找在现实中 探索让你惊叹的逻辑 在充满灰色地带的世界中 把实色自己黑白的界线 用最好的创作让观众摒弃凝神 你已经成功一半 比如说你是一个表演者 你的观众为了看你的表演 他可以安安静静的 然后呢就看到你的所有的 一个神无奇迹的表演 这就是你成功的关键点 也是你成功的一半 你马上立刻要走上巅峰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 方向对就不怕日常 生活中生命里呢 以前都是黑白分明 人的道德标准 应该是没有那么多灰色地带的 要很明确的 用意志努力创新 形成成功的铁三角 好成功的铁三角呢 绝对是不会被打破的 这是一个循环 也是一个因跟果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台湾有多少个那么万 你们知道吗 除了台积电以外呢 鸿海代工第一名 对不对 广达林百里 还有多少人呢 都是在创造新的 而且呢是世界第一 很多国家根本追不上 为什么台湾都这么开心呢 这么好呢 我们一定要 我们的台湾那么万 真的 真的我现在想一想 谁要打台湾谁就会倒霉 真的 谁要想弄台湾他就会倒霉 我们来继续看 最年轻总经理 从宋抱童爬到最年轻的动作 他微软的孙姬康的耐挫力 热爱接受挑战 用成长式的心思为取代原有的旧习惯 在困境中人就是无比的乐观 遇到很多挫折只有热忱 才能够激励你不断面对下一个挑战 他曾经当过宋抱生 你没有办法想象 微软的孙姬康啊 居然是这么厉害啊 你不要小看自己好不好 我常常讲说 我从来不小看一个年轻人 不小看一个小孩子 因为他们会长大 我们会老 OK 好 接下来 黄仁勋凭什么赢呢 AI教父黄仁勋精致招牌就是勇闯事件 学会拥抱失败 他不忽略任何一个人的人际关系 即便是摆摊的阿姨 店家的端盘员工 他不否定别人看到了没有 不因为他现在小工作而拒人于千里之外 看看一个宋抱生变成了最年轻的董事长 你就可以知道微软 很多的创办人呢 大学没毕业耶 你说大学毕业你念到博士 so far 真的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跟你的学历跟你的经历都要结合在一起 而不是单一面向 我们继续看 夜市的哲学 即便是成为三兆男 在夜市 他找回以前的自己 他不拒绝任何人的要求 持续用行动累积他的本质 接下来 AI大主也曾落魄过 好 他曾经在几年前失败过 当时日本的一个企业投资了他6亿 结果他翻身了 他将失败改变成为世界的奇迹 也是他个人的奇迹 结果日本的那家公司的投资者 在几年前就把他的股份卖掉了 结果得了大概十亿 他现在是三兆男 你想想看 多等待几年 结果是不是变成几千亿呢 所以每一个人的思考模式是不一样的 好 不过十亿也用不完 我们继续看 如果我可以 switch gears just a little bit 你说 Stanford has a lot of aspiring entrepreneurs students they're entrepreneurs and maybe they're computer science majors or engineering majors of some sort please don't build GPUs what advice would you give them to improve their chances of success you know one of my I think one of my great advantages is that I have very low expecta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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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ean that most of most of the Stanford graduates have very high expectations and you deserve to have high expectations because you came from a great school you were very successful you're at the top of your class obviously you were able to pay for tui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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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n you're graduating from one of the finest institutions on the planet you're surrounded by other kids that are just incredible you should have very you naturally have very high expectations people with very high expectations have very low resilience and unfortunately resilience matters in success I don't know how to teach it to you except for I hope suffering happens to you and and I was fortunate that I grew up with with you know with my parents providing a condition for us to be successful on the one hand but there were plenty of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for setbacks and suffering and you know and and to this day I use the word the phrase pain and suffering inside our company with great glee and the reason and I mean that you know boy this is going to cause a lot of pain and suffering and I mean that in a happy way because because you want to train you want to refine the character of your company you want that you want greatness out of them and greatness is not intelligence as you know greatness comes from character and character isn't isn't formed out of smart people it's formed out of people who suffered and and so that's kind of and so if I could if I could wish upon you I don't know how to do it but you know for all of you Stanford students I wish upon you you know ample doses of pain and suffering we can see AI教父 他最怕的是什么 他说 你是 Stanford 毕业的 你纽约大学 毕业呢 你什么大学 毕业的 你念到硕博士 但是呢 你的期望值很高 他的期望值比较低 他是先把现在 应该做的工作 都先做 所以呢 你到底 有没有精进你自己呢 这才是重点 好 今天呢 跟大家讲解了一下 要向AI教父看齐 那么你们就可能成为下一个哦 好 也可能就是你是世界No.1 好 我们今天呢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加到我的林海洋全球看运粉丝团 这是我的新粉丝页 因为呢 旧的被盗了 现在全世界 诈骗集团一大堆 你要认证这个 其他都是假的 OK 好 那么呢 这是我的LINEET 还有我的微信 林海洋的皇家秘女学院 赶快学习一些专业知识 对你将来帮助我很大哦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按赞分享开订阅一下小铃铛 谢谢你们 拜拜